他去中國的時候 他是走到香港去的 在香港入境的時候 被香港人圍著 說你為什麼要去中國 中國剛剛屠殺 他那時候說 越看越不妥這個選舉 那邊好像左派那邊 民主黨那邊 什麼都做的 而且一直都不斷 從16年之前已經開始做 做到現在 不但沒有修煉 越做越大膽 所以我剛才說了 不要說我什麼陰謀論 對那個槍擊那個 到今時今日 都是還沒清楚的 到底官司打打 現在又來了 又走回頭了 官司 所以我告訴你 這個對方會做的事情 又說有些地方好像不需要證明 不需要證明是公民 不需要身份證投票 哎呀 我今天有得爆料了 哎呀 我今天真的爆毒加料 我昨天跟朋友說 我現在在寫出來 就是 真是中國在這個中間的影響 我呢 那個副總統候選人Tim Walsh上來之後呢 我採訪過很多人 我忘記了 後來就看回頭 我才意識到2014年採訪過他 我現在記得很清楚 他跟我說 開口就講中文 哦 那時候是眾議院 是不是 他是眾議院 那時候他剛進入眾議院 是 他進了沒多久 進了眾議院 他進了CECC 還是處理中國的行政委員會 那時候 他選上來的時候 我下面有個國會記者很興奮 說你都會講中文的 後來呢 現在找回他 我就發覺當時他接受我們採訪的時候 第一個就沒有說老實話了 現在說回頭 我昨天在Patreon 推了一篇很長的文章上去 就是Tim Walsh在《時代雜誌報》的 現在左翼媒體的死禁跟他採訪的 他跟中國 了解中國如何如何 有幾件很關鍵的事情 大家要知道的 我採訪他的時候 他就說他六四的時候如何如何 他給人的印象 整個是六四的時候在中國 其實他不在中國 他是九月份才去 1989年九月份才去中國的 之後 之後才去的 之後 那時候去中國的美國人全部去拍馬屁的 沒有去拍馬屁的 沒有得說的 我就知道 我現在查回中國方面的資料 哈佛方面 我挖了很多細節的資料回來 好了 他去中國的時候 他走到香港去的 在香港入境的時候 被香港人圍著說你幹什麼要去中國 中國剛剛屠殺 他那時候說呢 他有兩個說法 第一個說呢 他就要保持天安門這個事情 要告訴大家聽 他沒有說 第二個說中國是一個正在升起的國家他要去 好了 這兩句謊話 第一句謊話說中國是 他要告訴別人 他去了佛山教書教了一年 那一年 他肯定沒有說過半句和天安門事件有關的 一說就被人拋出去的 一句都沒有說 這一點我可以肯定的 這個不可能他跟學生這樣說的 當時的氣氛有多恐怖啊 他去中國 大家記住在1989年9月份 中國是全國的恐怖氣氛來的 全世界都看不起他 我們不要說 我們講我們的朋友在廣州 佛山廣州那一帶 因為幫了一些忙 判了四年徒刑入監獄 你也知道我說誰 我就不說他的名字出來 不說他的身份 但是很多人 他判四年徒刑入監獄很多人 按比例的判刑 到處抓人 我不相信佛山廣州一中是有名的 那附近也知道有人會抓人 按比例抓人 抓了很多 判了很多 他說在中國 他全部是愉快的經歷 有什麼可能全部愉快的經歷 除非你是這麼親 親中國親石那樣 第二句話 中國是升起的國家 那次中國完全不是升起的國家 1992年之後 鄧小平南巡之後 中國才開始升起 到了差不多2000年實際 中國入世後才說是升起國家 那個之前中國很窮的 我最清楚 我很清楚 是的 你在這裡做你就很清楚了 這是第二個謊話 然後第三個謊話 他就說什麼 他在中國學生覺得他這麼仁慈 這麼好 跟他起了一個中國的名字 意思就是寬廣仁慈博大精深 那個意思 那個名字是什麼名字 田華 田野的田華是中國的華 就是說中國的土地 他的名字就叫做中國的土地 他就算中文不是那麼好 這個名字他不會查 怎麼可能寬廣慈悲 亂地說 這是第三個 接著呢 還有他回來了 他回來之後 他說他在中國受到皇室一樣的待遇 這麼好 收了這麼多禮物 還不回來 再說回來 中國是一個很窮的國家 那時候中國人 那時候私選工資高了 百零元很高 那時候中國很窮的 你送任何一樣東西都是 在家裡要花很多錢 送他稍微像樣的東西 就算是送福華 都很值錢 那時候那些人買不起的 誰送他這麼多東西 買到運都運不回美國 買中了他 根本就買中了他 根本就買中了他 後來就負責 給他生意帶美國學生去 就是這麼說 還一直說下去 1994年 他就選了6月4日 作為結婚日 是 中國人我們都知道 誰選那天去結婚去慶祝 那天是血淋淋 你說吳麗士也是 你除了向中共表忠 你沒有其他理由 選那天做結婚日 你是沒有理由的 這個表忠你要說 一定要說出來 根本就是 我對那個日子 一點都沒有負面 他當是正面 他當是正面來辦 是的 而且他後來講了很多次 任何國家在那種情況下 都會鎮壓 他選了6月4日 而且那天他不但結婚 他見到自己的公司 拿那個公司 他新婚物月旅行去中國 就帶了50個學生過去 說要去之前的學生 說去中國的中國規矩 不要亂說 就是這樣 你想一下 他帶學生去天安門 那些學生回憶回來 他說毛澤東好像自己很壞 一句六四都沒有提 嗯 你可以知道他是什麼 他就在六四的時候 就是天安門前 剛剛五年 有幾億很新鮮的 他就帶了50個學生 年年他去了中國30次 30次就賺錢生意 就是說 誰給的錢 我還查不出來 現在我還在查 我打算學生去自己給的錢 他的錢在哪裏賺的 是在學生賺的 還是在中國賺的 那時候中國的學生 都不是那麽有錢的 不是中國學生 是美國學生 帶美國學生去中國 現在這個問題就在這裏 中國不是隨便帶他們去 中國有准入的 你去中國做生意 誰給你的准入證 誰說你可以隨便帶人過來 可以在這裏做生意的旅遊團 你中國那種壟斷多厲害 給你生意做 一定有關係的 你一定有當地人接待 當地誰接待你 接待那些人 不能夠按照中國的規矩來講 不能夠不向國安報告 不能夠不向上級回報 不能夠不講明在哪裏安排 不能夠詳細的情況 所以他帶學生幾十次去到中國 你想一下 當時這樣的情況 國安不可能 中國的秘密警察 中國的中聯部 中調部 國安那些所有 不可能不去找他的 找他兩個 一個是威脅 一個是賄賂 你如果被人威脅一次賄賂 或者要賄賂你不肯收 那一次你就不想再去的了 我認識很多人 我認識很多朋友 就是說中國這樣好 這樣好 我講一個例子去講這個 大家審大委 David Schamble David原來是很親中的 親中親到說有名的 他是美國擁抱紅貓派的代表 David Schamble 後來David Schamble 講得中國這麼好 2012年 那時候我有另外一個朋友 我又不講他的名字 真是免得中國 弄掉他 也是很有名的一個中國問題專家 他去完中國回來 他不研究中國 他不做了 那個地方不能做 他轉了做別的樣子 他跟David的好朋友 跟David說 David 你呢 如果想了解中國 你一定要去中國住一年 David Schamble 很老實人 真的去上海住一年 回來後 整個人就變了 不再擁抱紅貓派 而是批評中國的人 那你想想 如果一個人 就是帶著生意 中國給你的生意去做 做完 你還一次一次 就是30次回去 那我們可以自己猜 我這個旁證 我沒有直接證據 小夏這叫名益他 名益 就是我們香港人說名益 你明白什麼叫名益 是的 名益 他根本就是 中共在那裡培養他 培養他長期的 將來就是宣傳中國的 長期的大外宣 幫大外宣眾的東西 所以呢 現在回來 還有他大量的說 說了很多次 後來進了國會 進了CC才改了後 中國就是 情況複雜 不能夠什麼 不能夠讓 就是很多親華的訊息 出來了 至於後來競選 有怎麼給錢 那些是另外 我叫記者自己去查 我查不到 你自己去查 但是所有這些跡象 我們是真正之華派 你那時候用那個就是 Manchurian Candidate 就是一個叫法 是的 英文還有叫法 就是埋了在 叫做什麼 就是Manchurian Candidate 就是一種叫法 另外就是中國埋了 那個什麼字呢 就是埋了在你那裡 就是Plan Plan了在那裡 就是Plan了在那裡 Plan了在那裡 Plan了在那裡 但一般都說是Manchurian Candidate 就是這個 有兩個拍過兩次電影 是英國的成語 還有那個Manchurian 就是滿洲 就是那些官員的意思 Manchurian Candidate 真是幾什麼的 幾得人害怕的 看到 中共一碰到這些機會 不會放過的 絕對不會放過的 初次放過後來都不會放過 第一個是六四之後 中共那邊已經是明確說明的了 你問了所有去中國的人 如果六四之後 就是六四那幾年之後 幾年去中國 那些招待很多什麼 我又不說這個人 又是很有名的教授 從中國回來 興奮到 真的 那天那天我真是受不了 在我家裡 又是很有名的 一直是猶太人教授 說到龍飛鳳五 說到出租汽車司機 要帶他去那些 那些 要找女人 我帶你去 吃得又怎樣 去得又怎樣 全部是那些這樣的東西 這些大教授來的 去到 真的 他去了北京 他出租汽車司機 介紹幾個 我心想一下 接你那些可能出租汽車 都不知道是跟誰服務這樣說 不是 他是指定的 他指定來接你 根本全部都是 是個局 你明白嗎? 這個局根本 個個都有個局 連那些去孔子學院 讀的那些學生 終於去大陸訪問的時候 個課都是有人跟著的 全部都是個局 根本共產黨這個人 不適成本 很大的不適成本做 這個大家我們明白的 共產黨的手段 就是中國人以前 戰國的時候 什麼都要跟不適成本搞定 所以總之真是很危險 我看到覺得很危險 就是了 這些 差了 美國的問題真是大 我經常都說 Elmer 你見到幾年 你見到我來的時候 我慘地說 美國的基本問題很大 但是不是說 你看了這麼多年 你真的見到 有時候很恐怖 我今天又招了一個朋友 打電話來 他說如果他們上台 我搬哪裏 台灣現在又這麼voke 台灣可能做好些 就不會這樣騷亂 我又不知道 到時候出什麼事不知道 這次奧林匹克一次 整個男人打女人得了金牌 那些 我就已經救了 真是 新加坡又這麼小 香港又沒有了 我現在沒有地方搬了 真的大問題 他那種滲透 無孔不入 很厲害 整個世界那種 那種 左派那種 那種破壞 破壞這個世界秩序 破壞自由 世界的自由 真是很厲害 真的 還有這個人 還漏了一條尾巴出來 你說 十個人裡面 一個人漏了尾巴 還有九個人 你根本不知道他在哪裏 是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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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所以 這次他漏尾巴 都是因為 這麼多人 他選了他做副總統候選人 但是呢 美國人現在這樣看著 廣大很多美國人 我看到一些文章寫 右派左派 大家有些 好像不太舒服 但是不知道 錯在哪裏 不知道問題在哪裏 應該要做的 真的要 現在我老實說 保守派那邊 那個反擊能力 真是不夠 認真不夠 那邊那個攻勢 這邊呢 手和小小的反擊 我看可以說 真的 一百對一 那邊的民主黨 對那種不合法的 那種這樣的攻擊 第二 保守黨的回擊 真是一百對一 今晚看 今晚八點鐘 美國東部時間八點鐘 在Twitter上 Elon Musk 和特朗普有個對談 特朗普正式回到Twitter 回到Twitter 他那裡有八千萬人跟著 是 他正式回到 所以今晚看這個採訪是怎樣 小客的問題 我就是觀察旁觀 就是他們那些 他們民主黨那些 招招入獄 根本是 是一種攻擊性的 侵略性的 你們那邊 只不過是堅定的立場 沒有動作 沒有回擊的動作 合法也好 非法也好 完全沒有 正唯一就是 我們是有堅定立場 與堅定原則 沒錯 但是你那些是沒有攻勢的 全部是一種手勢 我現在講分析 整個這個是大局分析 怎麼做 一般來說 很多事情就是 特朗普說了 I let them have the convention 即是說 他們等他們8月19日開開 真正的競選是9月份開始的 你哪些入獄 幾次很有 真是 1988年我剛來的時候 那次的入獄 你想想 在8月份 Dukakis的民調 高了17個點 結果9月份 一個 兩個ad 打了他下來 一個是他坐坦克 那個 在上面那個 另外一個 Willie Houghton Willie Houghton 就是什麼呢 就是說 Dukakis做麻州州長 放了罪犯出來 又強姦殺 就是放假 強姦殺人 那個就很有名的ad 做那個ad的中間 那個人 那個就是 李 Houghton 他的名字叫做李 Houghton 後來很早就死了 我有一次挺感慨的 就是我剛剛入政治 又不是那麼熟 不是入共和黨這邊 我自己競選 我去周末拉票 有個女兒大概60歲 她說今天配了我和我一起拉票 她問了誰 她說Sally Houghton 原來李 Houghton 是一個寡婦來的 噢 噢 真是他們這麼大牌的人 這麼有名的人 就是在底下 一張張拉票 我都挺感動的 就是這樣說 就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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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知道特朗普那邊是這樣 準備好廣告 搞定了 等到9月份 勞動節之後 就是 突然不斷扯出來 就是 就是 有時候的東西 有時候大浪來了 你擋它一下 不是 它現在 它在擋 我看著現在 那個鏡頭 它在退朝 是 一直 你就是 朝來朝去 所以 過了那個浪尖 是啊 不要緊急下結論 最後結論 都是11月5日投票的人 一直看 我覺得特朗普現在他們對他 我知道共和黨那些人對他的忠告都是這樣說的 不要跟他又說他以前跟人上床 上去 那些反而你自己變成打下三路 就是拿他講過政策的所有蠢話出來 就是一堆一堆是這麼蠢話說出來 那些矛盾 政策的矛盾 他找不到政策去偷了特朗普的政策 接屎不收稅 接屎不收稅 偷了特朗普的政策去拉拉斯維加斯 真是很不要臉 我現在看到整個民主黨的競選 以前在Sarah Payne 說的 在豬的嘴上抹口紅 她還是豬 現在真的整個臉全部等於是makeover 到底怎麼說呢 就是全部整過融 全部整過融 真是很恐怖 這樣整融法 真是 哇 我覺得 政策是不講的 現在提都不提了 提了一些就不適合了 而且提了之後完全跟他原來不一樣的 他現在就走散 但是這個不是他自己相信的嘛 所以就不准他開口講話 不能講 灰女來的 整個以後是提纖木偶來的 明框是這樣 不是 他講了就跟以前那些矛盾 所以最好就不要講了 不是 矛盾都不怕 他現在講是這樣 他大會看著提示機 就可以講話 但是不准自己開口 一開口就出洋上了 一定要準備 一定要看著提示機 很短的要看 什麼都要看著提示機 拜登那時候什麼都看著提示機 是靠提示機出來的 所以這些是很頂不住的 就是希望這次的選舉 民主黨這麼左翼的那一派贏了 那美國以後是不能救的了 不能救的了 他們如果贏了就更加胡作非為 是啊 是的 真的不能救 胡作非為 說起來 昨天我國語的每天閱讀 我每天讀報 不是閱讀 有些事情很難做 現在我都是要找到一些辦法來做 但是我國語裡用國語配音出來 有一段 最後一段 我建議大家去看一下 就是什麼呢 就是我配音是那個Megan Kelly 採訪大法官Neil Gorsuch Neil Gorsuch剛剛寫了一本書 叫做Overruled 就是那本書我看了一半的了 那本書就說什麼很有意思 它就說美國太多立法了 那些法律幾萬頁 連年都幾萬頁 但是律師又搞不清 政府又搞不清 全部害死美國人 他說現在如果他們估計 18歲以上的美國人 每個人都可以犯到某種聯邦法的 坐牢就要 到這樣的地步 那個真的說得很有意思 就是我配了中文音 香港人聽得懂國語 希望大家聽一下 我等一下 我先看一下 我不知道 我應該推了一些文字上去的了 就是為立法而立法 不是 它的立法機構不是機構立法 它不是國會立法 國會都有幾萬頁下去 它有那些行政單位 哦 那些就是regulation regulation它也是 law 它就解釋了 law 而且你沒有定告 你告了它就告了 就是我講自己的 他做專家 他做expert opinion 不是expert 他做法官 是 他做法官 我講的 我最明顯的 我這件案子在美國之音 我去哪裏都打得贏的 唯一就是聯邦政府打不贏 為什麼呢 聯邦政府是叫它自己的人來做法官的 所以那時候你說你為什麼不打 我打不了的 8.9%或者8.2%都是他們贏的 即是沒得說你去打打 它聯邦政府就說行了 那你又不能動 它就沒得說了 所以我不浪費那些錢 就是最後這樣 我明白現在最高法院判了 說找回法庭 打回法庭 不是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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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絕大部份的那些案 比如你說你污染 你公司EPA說你污染 你要先行好EPA的程序 你才能上法庭的 你有牌子了 我跟你說另一個例子 我前途自由亞洲打官司的時候 你要告老闆種族歧視 好了 他真的是種族歧視 老闆自由亞洲人說你們亞洲人又怎樣 他將亞洲人的工資壓了 比非亞洲人少了三分之一的 那當然意見大 意見大他們整公會 我們的人就整公會 我不肯去壓制那些公會 我不肯去嚇我的僱員 他們解僱了我 我不服從命令 我經常被解僱了不服從命令 但是那個頭就說明了 你們亞洲人就想知道 人家公資 人家公資不是這樣的 我們美國人有自己的規矩 那我當然要去告他種族歧視 結果就先去告他那個 聯邦那個所謂種族歧視的委員會 那個委員會拖了我三年半才說 我們覺得你沒有道理 你儘管去法庭告吧 我去法庭告了 立即法庭就批了 立即他們都不敢上法庭 一上法庭 他們賠了我四十五萬元 就說聯邦女士肯定告不贏的 沒得說 他們自己爭取自己 一上法庭立即害怕 立即不只是賠了我的錢 還要炒了他們 原來的台長還全部炒了 炒了六個高管 嘩 所以是要告的 而且要告得大 不要客氣 James Wood就說真的要告 什麼都要 一定要告 有這個武器 但是我作為美國之音 作為聯邦僱員 我沒有定告 很簡單 我要告的意思就是 我要告第一修正案 他們說的理由 你是聯邦僱員 所以你就不享受那麼多第一修正案 沒有言論自由了 我說你是笨蛋 我是記者 美國之音的憲章明明寫明的 我們跟其他媒體享有一樣的自由 他們說聯邦僱員就按聯邦僱員罰理 我們不是按記者來罰理 所以就是這樣沒有道理 任他們說 是的 任他們說的這些事情 我看到那些政府真的很恐怖 所以我就建議大家去聽聽 這個最高法院大法官怎麼說 他人很溫和的 但是真的說那些法律 就是那些法律全部都是對付小民的 嗯嗯 所以真的是 所以就是那些 包括他講的一些例子 大家去聽了那些 小孩子被人拘捕了什麼 那些很小的那些 就是不再講大家自己去聽了 嗯 小華 現在看上去 就是你剛才的說法就是說 等民主黨大會開了之後 川普那邊就發動攻勢 是不是這個意思 是的 是的 現在這個很簡單的 就是說 一是百分之九十個媒體 是幫著民主黨的 那你在你沒有 就是你媒體完全 媒體加了很多勢力下去 媒體一年多加 我們都知道 就是你一看到 那些攝影機的那些會這麼多人 很多人說假的 什麼都不說假的 我自己參與過民主黨的競選 我知道的 2004年那次 John Kerry John Kerry那次我在佛羅里達 那當晚那個辯論 他第一次總統大選辯論 在佛羅里達做的 做完之後 John Kerry 走來開大會 六萬人 當時我在場 六萬人 一個工會職人去的 那些工會整班動員出來 他現在是有車接 有送 還有很多人是有工資的 就是凡是工會都拿著錢去的 還有工會很多動員了 給人買一盒飯啊 就是這樣去的 特朗普那些人是自己去的 月曬月自己去的 和香港一樣 我們香港叫做蛇渣餅種 就是中聯辦專門加上這些東西 就益那些人 接著又請他們吃飯 又送禮又成 就是那幫支持者 差不多一樣的了 一個作風的了 是啊 一樣 我自己在那裡 蹲過的 我太清楚了 這些東西 所以現在做勢 勢頭幾大幾大 哇 真是 將他這麼低的IQ的人 整上去 完全是 你試給他講一分鐘馬 他就出問題 一分鐘也不用多了 路路出馬腳 是啊 哇 這樣也有 一邊是一個 正正那個是真的 就是蠢成這樣一些 富那個是跟中國 這樣關係 你害不害怕 你真的害怕 交了整個國家給他 不是 只是國家 自由世界給他 送給他 送給他管 我覺得現在有些勢頭 看英國也是這樣 英國現在抓人 英國抓了幾千個 說在社交媒體 什麼都說得不對的那些人 不斷拘捕 英國是真的 言論自由 英國第一個說言論自由 現在變成這樣 我說John Stuart Mill 原來最早說言論自由是 Milton Milton 然後後來我最喜歡的本書之一就是 木勒 以前嚴覆的東西 John Stuart Mill 《論自由》 我放過在我的Patreon上 我整本書都讀了出去的 就是《論自由》 《論自由》那裡的書 講得這麼明白 真是 現在英國這樣變成這樣 Milton是不是寫過什麼 《Paradise Loss》 《Paradise Loss》 《塞樂園》 我小時候看過 《塞樂園》 我中學的時候看過 但是那時候是別讀書來的 那些文字很漂亮的 是的 真的 所以我現在真的很感慨 看世界這樣被它搞亂了 所以英國搞亂了 整個歐洲日不知道會怎樣 真的不知道會怎樣 真的 現在不是說我們什麼迷信 現在唯一可能可以挽回那個局勢 就是Trump 就是上帝了 最後真的這麼說 現在真的 大家觀眾 我們不想 我在小閒以前不想說那些陰謀 真的 那個什麼不撞不水的 那個現在調查那個所謂槍擊那件事 不撞不水的 最簡單的 你那天特勤隊負責那個人 都可以不用上國會 上級上級 那那個負責人怎麼可以不出現呢 我這個事情我就搞不明白了 那個權在哪裡呢 就是照誰上來 他們有權不給的嗎 特勤隊有權不給他們上去的嗎 是不給的 說他有什麼秘密 有什麼整個女的那個人 派一個女的 跟當地警察 完全叫當地人負責 完全跟他沒有communication 是的 就是這個已經過了那個無能的份量 所以 到現在一個人都沒有負責任 國級又沒有 炒魷魚又沒有 是啊 真是挺恐怖的 看見這些事情挺恐怖的 你變成這樣 就是鼓勵別人再上 所以整件事到底是不是陰謀 真是不知道 很多人都說有移民 很多國會議員都說 還有那些人 那些爆料 那些 whistleblower 那裡說有問題 他們說有問題 有些人爆料說他看 這個槍手在FBI受刊一年份 我不知道是不是真的 不神奇的 不神奇的 而且他跟索羅斯那邊有關係 真的不知道 現在這些事情搞得亂了 所以美國這裏 有排亂了 特朗普贏又亂 不贏又亂 全部都要亂 特朗普贏的 看看這幫人怎樣 這幫人 那天跟一些人談 說他們現在準備著什麼 政府裡頭 整個深層政府都在準備著 上次我們看到的 就叫做slow walking 什麼叫做slow walking 就是將他所有任命的人 那些審查 抓得有這麼長 是這麼長 所以你想想上次 拖死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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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很恐怖 真的很恐怖 所以美國政府做了很多規定 好像你說上次管美國廣播機構 三年半 三年半 特朗普的任期都結束了 他沒有時間做的 就是從提名 你提了明 你自己就從原來那裡辭職出來 等了三年半 才能夠任命 半年之後又被人撤了 就是這樣搞法 很恐怖 這些事情很恐怖 這就是slow walking 拖到你那個任期完了為止 都不讓你做事 是啊 是啊 所以呢 Elon Musk Elon Musk 建議特朗普的同意做一個 Government Efficiency Committee 就是說 Commission 專門做一個委員會 要增強政府的效率 Elon Musk 說自己 他自己自願去做 睡個身上去 睡個身上去 這個人真是難得 睡個身上去 他沒有錢拿的 這些是 沒有的沒有的 而且他影響自己多少工作 他一單單的事情都嚴重了 那些三年 Elon Musk 那個Elon Musk 又是自己有錢 他又不在乎政府的錢 要全部去做這些 要做這些 就是大家認識的 改造美國政府 Elon Musk Elon Musk 就說要做內政了 我聽到她說 不知道了 但是無論怎樣 改造美國政府 黑不容緩 都不差的 有些人真的不差 那幫 反而 Sickle Valley那幫人 做事的效率是可以的 是啊 不是的 我都說 如果讓我管美國 我一百人就搞定 他要三千人 管不了 不用那麼多人 但是 要我去管美國廣播 上一個人很純的人 他弄了三年半 他弄了我四年你也知道 所以想想這些 真的很恐怖 找人 再去吧 商人 到 你 你 在 找人 你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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